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悲观消极的人 生活当中很没焦虑 在信主以前我觉得自己其实还是个蛮不错的人 不过信主以后才发现其实自己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罪 从一个原来自以为是的人变成了一个每天读经祷告 凡事信靠上帝的人 自己过往所坚信的很多东西 自己的意识 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 过去的我常常困惑 彷徨 不满足 也常常羡慕基督徒们的喜乐和平安 然而信主之后 我只需要去遵循主的标准 那就是那本圣经 许神从漠视 信主之后 现在主真的能够保守我的心 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细胞小主对牧师的讲道 或是圣经里的话语都感到震撼和感动 用祂的圣灵感动我 让我更加积极地去看待祂给我安排的这个美好的计划 这个美好的生命 我觉得在信主之后 我更加积极 更加乐观 愿意倚靠神来解决我生活当中 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主听到了我的呼求 把我一步步带到了美国 在教会的大家庭里 一次次地打造我 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主是爱我的 主是信实的 主是可以信好的 感谢神在我最困苦的时候 兼顾我 让我心生忍耐和盼望 而且神与我同伴 让我用勇气去坚持下去 感谢神给了我这样一个新的生命 很感谢亲戚朋友 感谢教会的兄弟 也最要感谢的是主耶稣 是他让我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从此将心门打开充满圣灵 感谢主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洗净我的罪 来洗净我的罪 也真的很感谢主赐予我内心的爱 平安还有喜乐 神给我这样的机会 给我这样的恩赐 让我能够认识到自己 能够重新去信靠他 跟他建立关系 这就是耶稣带给我最大的馈赠 感谢上帝对我的帮助 以及匹兹堡华人教会欧克兰堂 对我的大力支持 以及我教会朋友们 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我开始有了新的生命 感谢主 谢谢主 我的父神 给了我这样美好的礼物 我要跟我过去58年的旧生活 说声再见 当义无寡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非常的感恩能够 见到这个机会 然后在全体的弟兄姐妹面前 表达我对神的感恩以及感谢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